哈喽大家好,我是诺诺,欢迎收看兄妹极限经验生存第57集 我们今天绝对去蒙眼星生存了 但是我们兄妹俩都已经穷得吃土了 所以提了22个星星礼盒 不然连来回传送的星星都不够了 给哥哥一拜,他仓库里只是20多个了 我们得多带点东西去蒙眼星,省得奶奶会会的跑 我已经到了,你看,我带的全都是些实用的东西 哥,我们这次不去破经验了吧 在空岛上生存岂不是更爽 你敢在空岛上? 你瞧不起谁呢 你确定? 你这话说的哈 那啥,前面光珠那里又大又平,也挺好的耶 走,我们去看看 你确定我们要在这里见吗 看你喜欢哪里咯,我都可以 我喜欢,不见 其实也可以哦 但是我们要把箱子放好,如果被炸掉就可惜了呀 对了,那个白色大野萌会租箱子里面的东西啊 啊,那怎么办,让箱子浮在空中? 啊,做一个半空中的呗 但是拿东西也不方便呢 还是得做个房子吧 哇塞,这次我直接变得刚旱的了 这纹路还挺好看的 要不就做个悬浮在空中的房子吧 亮度高一点,应该不会耍怪的吧 不是,你是怎么规划的,就是先做出来一个平台 哎呀,你别着急嘛,先把东西放一放 嗨平台,你没为了建筑这么弄的吗 你要是闲的话,就帮我砍点木头来吧 这就是一个红扇木,是我们最后的财产了 啊,没事,那个真叶木板也可以用 他做不了箱子 能做,你确定 能吧,我下次试一下 原来哥哥也有不自信的时候呀 哦哦,我们家穷得连土都没有了 我只好回来一趟迷拉星 这一回我带了岩石和星光包子 还是用岩石砖缝上面的部分吧 其实我现在做的还只是一个底座 我是想把这房子做成一个圆形 一颗悬浮在太空的鸵鸟蛋 想想是不是很有喜感 底盘这么大,应该够了吧 哥哥卡树也回来了 正在打怪准备做无线氧气呢 这里塞着房子的地面 底下就不用了 但是也可以做密室 先把这些东西搬上来 前上地板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里是正中间,可以放旧人雕像 氧气生成了 我去下面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哇,这面积好大呀 像一个大水泡 然后我们的房子被包裹在正中间 其实我们的房子可以做得更大一些的 这不忘我不知道有啥用的 你是说这一道吗 他指引你前进的方向 我继续做房子 我们怎么下去啊 要留一道门吗 下去的话得想办法 怎么无伤下去啊 我倒一桶水下去看一下 啊,哥哥竟然不知道水倒了蒙野星星就会不正常 最后他用净水蓝图做了这么个玩意儿 对吧,还不会死的 哇塞,这才是真正的净水啊 这么大一片悬材帮我都不留下来 太神奇了,有没有 我这房子也差不多了 就不封点了,还可以看看星星 但是有点黑,需要围一圈新方包子 从明那星带过来的用的差不多了 只能再先踩一点 把它封了一圈 但是颜色变得好暗沉呢 真丑 不过下次进来的时候就会恢复正常了 打工告成了 再看一下我们的房子 不看哪根光柱 有点像颗星球 科技感满满,对吧 但是再看看这根光柱 呃,呃,有没有像个电灯泡 电线还是从天上垂下来的 哎呦,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哎,还是挺喜感的,对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呢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